欢迎各位学员回到我们课堂 下面呢我们开始完善这个业务函硕 这个业务函硕 那个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要产生选手 产生选手就是24名选手 我们都应该给他做出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 我们可以给选手起个名字 可以给选手起个名字 然后呢我们用那个SDR吧 然后呢我们用ABCD 然后这里边我就不敲了 这里边好像有一个 这个啊 就是我们这样 然后呢选手的名字出来了 然后呢我们给每个选手命个名吧 然后呢我们再随机吧 这个STR.B干 这个名字在打乱 是不是我们学的这些知识都可以 应用了 嗯 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应该 i等一个0 i小一个24 i加加 然后呢我们 下面呢我们再用 speaker不是应有了吗 然后temp 我们先temp m name 给他选手吧 选手比赛 那我们就来个选手吧 选手 然后呢在这个技术之上 我们来一个 temp 和点 那么啊我们就笨一点 就这样写吧 我们不用那个加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str 这个 这个 选手 这样给他加起来 加好以后呢 这个选手是有了 这个选手是有了 我们再给他加一个参赛号 我们把这个选手的名字啊 加到这个map这边 是吧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 那map 那么 那怎么样 往里面插入数据啊 还忘了没有 map是不是有适用方法 这适用方法 你随便是 容易 任意选择啊 那我们 所以说啊你看这个知识点 就来了 啊 在企业里面啊就这样解决问题 就可以啊 speaker 我们用py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 选手缘号我们100 讲开100起 第一个有了啊 把这个选手扔进去 诶 这样是不是我们把这个选手 都放到这个容器里面去了 同时把编号也放到这个容器里面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编号和容器啊 都都已经搞定了 那另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个工作 什么工作呢 就是参与名单 那当然你可以写在里面啊 参与名单啊 那我们参与名单 是不是要 这样 参与人员吧 参与人员啊 参与人员啊 参加比赛的啊 人员 放到这个 呃 里面f7编译吧 啊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第一个函数啊 就产生选手 并且参加了参加比赛的名单也搞定了 下面呢我们搞什么呢 搞这个 出签 搞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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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签 出签相当于随机的排序吧 很简单 是吧 貌似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这样就可以把它给搞出来 V点笔干 然后呢 V点end 啊这样就抽签完毕了 f7编译吧 嗯这样就抽签完毕了哈 嗯 嗯 我们再看这个抽签是有了 下面就开始 开始比赛了吧 开始比赛了 下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做这个比赛 那我们先进入一把 f9 那我们有点不放心 啊 做完了还没调试呢 对不对 那么呢f11进去 那这个时候随意 你看这个str 已经被打乱顺序了 啊 A多持一把 A多持一把 你发现 把这个数数给搞掉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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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 顺序的一个数 现在呢 就打乱顺序了 下面呢 我们给这个 map 往里面复制 那f9 加入当年 f5 到下游当年 那我们看这个map 你看看好了没有啊 这个map 是不是 我们的屏幕 您能看到吗 map你看 嗯 24个 然后 100 它选出是选出m 那101 选出是 怎么都是选出m呢 那 啊 这个选出是i 写错了啊 ok 那我们再来一把 f7编一把 ok 再来 那走你 那我们看 啊 这是啊 这是对了 A多持一把 你看 嗯 这个第一个选出m 嗯 它是随意种子啊 没字固定的 这是软的 1101 就选出币 是吧 你看它的 嗯 你看 都挺好 都有了啊 那多分我们 应该给它改成个0啊 一开始给它措施化成0 多分给它措施化成0 嗯 多分给它措施化成0 啊 我们 三个啊 0不0 这个都 都无所谓啊 嗯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把它看这个位啊 再走 然后这么呢 呃 也有了啊 出来f10 这样的话通过这个运算 我们把这个map speak 和v1 都做好了 下面呢就选手再抽签 这个抽签 我们 嗯应该没有问题不大 然后下面呢就开始比赛了啊 走到这个函数里面f11进去 那在这里边就开始比赛了啊 这是到我们的重点的业务函数了